来 别搅了 你说这江少凯怎么回事 他怎么就不能承认了 还跑了 我觉得 他就是没准备好 那你说过两天 他万一记情退去 万一他又恢复之前的样子 我该怎么办啊 放心吧 我觉得不会 为什么 因为只有你才能想得住他呀 这倒是 那万一想不住呢 如果吃不了我就 不过我很好奇 你爸到底会如何收拾他 这一点啊 江少凯只能自求夺福了 凯哥 你都忙了一天了 剩下的交给兄弟们来坐吧 你先回去吧 是啊 凯哥 那行吧 我就先走了啊 你们 加油 拜拜 凯哥 有人找 来了 走 罗叔叔 您真是太客气了 还专门请兄弟来接我一趟 下次您要找我 直接给我打电话 我随传随到 坐下 说说吧 跟我们家小夕什么关系 实不相瞒叔叔 我是洛小夕的男朋友 我叫江少凯 江少凯 我了解过你 江湖人称凯少 专门混迹于酒吧 泡妹妹 叔叔 那些都是以前的事了 我自从跟小夕在一起之后 我就跟那帮猪鹏狗友 一刀两断了 是吧 小夕 那天晚上你为什么不说 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事发突然 我不知道您是小夕的爸爸 而且我当天衣衫不整 我还 我不想让你的印象复分 所以才谎称室友 我没有及时表态 我该罚 我 我自罚一杯 你小子挺上道啊 必须的 咱俩今天 算是正式认识了 您是长辈 我再敬你一杯 爸 你看他都承认了 差不多行了 不够 对 不够 叔叔大老远来 那么辛苦 不多喝两杯怎么能行呢 我 我 我再敬你一杯 哎 你们两个有完没完啊 江照看你不准给我喝啊 让他喝 今天我要好好 诚量诚量这下 看他有没有 当我骆家女婿的资格 对 叔叔所言极是 叔 说 咱们俩今天 不醉不归 来 我再敬你一杯 叔 您不仅酒量好 还养出陆小溪 那么漂亮的女儿 都是您的功劳 这个不仅仅是我 还有他妈的功劳 叔叔 您谦虚了 您看陆小溪 长得那么漂亮 多像你 摔炸了 哎 这话你说到地上了 当年叔叔我 也是村里 最量的仔 小溪啊 明天呢 你表妹骆小语 要来陶燃玩 你要好好照顾她 我什么时候 多出一个表妹 行行行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我干杯 我干了 我去 你怎么蠢的跟猪一样